先要調整的部分就是 這個歸零的部分一定要完全的密合 這兩邊一定要完全密合 要讓它完全密合,你必須要轉到 到密合點 像比我現在轉了一圈 到零 好像密合了,其實沒有 它還是有點空隙 所以你就要繼續再轉一圈 倒了一圈點,贏了以後 這樣就是代表完全密合 下一步就是這個 Funnel 要把它Plate在這個下面 你會發現它怎麼沒有螺絲呢 你就不要慢慢的轉 轉到一個角度 它就會黏住了 它就黏住了 如果你要把它拿下來 其實很簡單 就這樣拿下來 就可以做清潔了 看下面的話 就做清潔 它有六個點 這六個點其實就是磁鐵 所以在上面 在封的時候 就是在轉的時候 找到那幾個磁鐵點 它就卡住了 那就對了 這個步驟呢 就是把這一個 Cupper 放到它的正中下 正下方 等一下我們在 磨咖啡的時候 咖啡粉就會到這個下面來 首先呢 我們先放兩湯匙的咖啡豆在裡面 目前呢 我們還是歸零的狀態 所以我們用歸零來磨看看它的出息度是如何 好 現在我們一樣 加入 二月三張子的咖啡豆 好 OK 現在歸零 我們來測試 轉 往 這個 吋時鐘轉一圈 好 現在就是 磨 磨豆完之後的粗細度 左邊就是一開始的 龜靈所磨出來的 所以蠻粗的 一致性都還蠻好的 OK 右邊這邊呢 就是我們轉了一圈 之後的出息度 還算是夠細 OK 好 二人 十二三 跟著 散